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昨天终于去看到了Blackpink的演唱会 也见到了我们家的Jenny 非常的开心 但是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不愉快 不愉快之处就是在我去看演唱会的路途当中 接到了家里面的电话 那我家里跟我说 公安局警察又去我们的村里 去到我们的家里面调查走访记录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调查的 不是已经讲过了我不回中国了吗 然后当下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我就立即打开了我的YouTube 我看我最近又发表了什么 我最近又发表了什么影片的内容 是不是触及到中国的敏感的神情 但是我发现没有啊 所以我就排除了这个 应该不是像以前我发什么新疆啊 像是这种极为敏感的内容 中国是可能即便你在美国 他还是想要搞你 但是我发现我已经知道了这些 这些是我不能涉猎的 我就尽量不涉猎 我已经做到非常的配合了 我从来没有讲过习近平怎么样 他是一个维尼啊 或者是他长得很胖 他很丑啊 他长得咪咪也很入华 我没有讲过 我一直在频道里 我还讲他是个很帅的男人 很有性感 很有魅力的男人 包括中国共产党 我也没有去批判 我看我频道的 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仅限于讲中国时事 以及中国的网友 一些小粉红的这些 社会上的一些乱象 批评一下某些当地的政府 但是我没有上升到国家 从来没有上升到中国共产党 从来没有上升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没有的 你们还要我怎样 我已经很配合了 那这一次去了我们老家村里面 主要是希望我能够回去中国 接受调查 甚至说出了可以从宽处理 简单来说 从我做YouTube频道 一开始我就决定了 我不要回去 这很简单的道理 我如果心里面还想着 抱着要回到中国的 这一个想法的话 我就不会碰触到YouTube 我就不会碰触到敏感的议题 所以你们这些在看影片的 如果是中国的官方 中国的国安 中国的警察 你们互相通告一下 我已经下定决心的不回中国 还是说你们看我的影片 从我的自理行间 错误的分析了我的话语 我曾经是讲过 我觉得中国有一天变得正常了 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民主的国家 那我愿意回去中国 当然我这个愿意回去中国 也是回去中国玩一玩 走一走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想回去中国 中国现在回去不安全啊 我回去可能关个几年 然后我以后能不能出来 这更加是个未知数 我疯了吗 我要回去干嘛 我讲得非常清楚了 就像以前讲的 我哪怕身上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政治案件 我他妈也不回中国 我回中国干嘛 你看看现在经济烂到什么样了 还要我回去 回去干啥 我回去送外卖吗 送外卖也送不了多少钱呢 你不能说啊 你回来也可以做自媒体啊 我在抖音上干嘛 祖国好棒棒 台湾烂倒 这不是我要做的 我不想要昧着良心赚钱 我不想跪着赚钱 我要站着赚钱 OK 你要逼我回去干嘛 还有一点我不愿意回去 是应该都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没有法治可言 没有言论自由 这个我们就不讲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 没有法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虽然说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完全的这么认同 在中国的时候 随着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的通知 无理由的把我的所有的银行卡停用 我就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那当时我的银行卡被停用的时候 我打了所有的银行的客服 他们银行官方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被停用了 银行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公安系统的直接的操作 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也不知道具体停用你银行账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在当时我才知道原来中国的警察 中国的公安系统可以直接进入到中国公民的银行系统 随意停用公民的银行账户 这是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这种事啊 而且你冻结你停用公民的银行账户 你要给出一个理由 至今中国政府当地的警察公安 到现在没有给我一个解释 你冻结了哪些钱 你哪怕是一块钱 十块钱 十万块 二十万块 你也要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要冻结我当初二十多万的人民币 到现在都没有给出解释 到现在都没有解封 你让我回去 我人在美国 你都把我的银行账户停用了 那是不是我去到中国 你要把我的 把我人都要停用 把我人冻结 我讲的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 就是我可能回到中国 银行卡 或许他们能够给我解开 或许我可能被关个几年 这是比较乐观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最近这么多年 言论自由 法治完全的倒退 我他妈疯了 我回去干嘛 就像我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我没有这件事 我都不会回中国 现在中国的经济这么烂 我回去干嘛 去扶贫吗 你把我的银行账户 不要停用 恢复使用 那我就相信你中国司法 至少我能信任 那我可以在考量的范围之内 以某种方式 我可以回去跟你们谈 可以回去跟你们去 哎 讲 你们要不要关个几年啊 超过三年 我是不愿意的 你要不要关个三年以下 OK的 让我回到中国 从宽处里 谁信你啊 你不要在这边讲干话 讲屁话了好不好 我是不可能会回去中国 因为我从做YouTube的那一刻 我就决定了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我从中国 离开了中国那一刹那 我就决定了 不回到中国 我能接受 那加上我跟家人的关系 情感的关系 因为我从小是留守儿童 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 从小爸妈就出去工作 打工 然后我是跟爷爷奶奶在老家 反正这个有点 一时半会讲不清楚 就是我不管是跟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跟家人的关系 是比较生疏的 也就容易致使我在 离开中国的那一刹那 很快的 也没有很快吧 大概我做了那个决定 做了八个月半年 就是纠结 我到底是不是要离开中国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选择了离开中国 我就做到 不打算回中国的这个计划 那最终我也是纠结了半年之久 然后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就不回到中国 如果说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我当然想要见到家人 我当然要回去 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见到朋友同学 我当然想要回到中国去 走一走 看一看 吃一吃 逛一逛 所以说 有些国安或者是警察 以前可能关注我的社群动态 或者是影片 你们可能透过我的自理行间 误解我想要回中国 是因为亲情啊 或者是一些 一些其他的感情 不是的 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客观的 就想必台湾有些观众也是这样的 他们可能天天说的讨厌中国 讨厌中共 讨厌中国政府 但是哪一天中国变成个正常的国家 其实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对岸走一走 逛一逛 正常的交流 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 如果中国是个正常的国家 我当然愿意逢年过节 回家看看家人 看看过去的朋友 去中国的风景名胜逛一逛 这是我一个合理的表达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当然对那个土地 对于我之前的国家 对于我自己的故乡 有充满着一个情感在 但是 现实不是这样的 现实告诉我 中国现在不是那样的一个 安全的国家 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就不可能回去的 当我做了那样的决定之后 就告诉我 我以后不会回到中国 所以你们那样经常去 我们村里面去问问那边的邻居啊 村里面的老人啊 我的家人啊 问我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回去 没有意义的 你最好的问的地方 就是问我本人有没有意愿 你问他们没有太大意义的 而且你们做这样 真的我觉得 更加加深了我对于你们的恨 就不说你们是不是个法治的国家 你这样去做 你知道我在村里的名声都已经臭了 当然 其实我现在也看开了 因为我本身不回到中国了 我就不说回到我村里 我本身都不回到中国了 我在中国名声臭掉 我都没关系 那我现在在美国 我过得风生水起 我自己的频道现在日益 蒸蒸向上 那之后啊 我还会去台湾 然后呢 我现在这已经在做的 就是把频道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现在我已经看起来 它的确在向上不断的发展 然后我之后去台湾 不管在哪里 我还会成立一个自己的传媒的公司 我想把生意变得更加庞大 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这个事不是我自己要做的 是你们推动我去做的 是你们中国政府 是你们不断的去推动我这么去做的 就像我的频道 你们一开始不冻结我的银行 不停用我的银行账户的话 我不是几乎不太可能 做到现在这么大 我当初真的没有想过做YouTube 我只是看到你们在不断的去 呃在中国 即便我当时在韩国 你们那样去对我 我觉得我必须要站出来 我必须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 我发生了什么 你们在怎么样对我 因为我如果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你们想怎么对我就怎么对我 所以说今天频道发展至今 也是你们推动的 我们老家有一个池塘 刚好是三个村子的会合点 每天早上晚上都会有很多的人 去那边洗衣服啊洗菜啊 当我前年在韩国出事的时候 那一阵子每天的茶余饭后 他们去洗衣服的时候 交谈的内容不外乎就是说 啊我在国外干嘛了 我在中国干嘛了 然后我的家人啊怎么样了 就是讲些很难听的话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 尤其是一些乡下的 那些老人一些富人呢 就喜欢讲这些 而且他们就是一传十 十传百传来传去就都变了样了 你们可能觉得 哦这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 但是对于我来说 你就在毁坏我的名声 就在给我增加压力 但是我能够认真客观的看待这个压力 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做影片 然后更加坚强的站在荧幕前 去评判的一些中国的一些社会时事啊 去聊中国啊 让自己的频道做的越来越好啊 你们其实就是帮我施加一个压力 转化为一个动力 知道吗 如果你们当初没有这样对我 没有冻结我的银行卡 没有停用我的银行账户 我不可能会走到今天 我不可能会对于你们这么恨 也不可能会那么早的就认清中国 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这一次呢 就像我影片开头讲的 也是希望我能够尽快回国 接受调查 然后会给我一个重宽处理 我是不相信的 尤其你讲到重宽处理这一块 那这一次呢 就像我影片开头讲的 他们去我们家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希望我能够尽快回国 接受调查 也会给我一个重宽的处理 但是不管重宽处理 你哪怕跟我保证啊 就像也一开始在韩国的 那时候就跟我说了 回来啊 给我重宽处理 不会把我关起来缓刑 或者是怎么样 我真的不接受 因为我一开始就被骗了 这个细节 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海南的时候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我还给他们受贿 这个词怎么讲 是我他们受贿 就是我给了他们五万块钱现金 然后说我的案子会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后来好像没有太大的效果 我都给钱了 你们都没有什么效果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司法 首先你们收我钱的这个行为 就代表了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是刑事侦察局的副局长 还是局长 我也不知道 反正刑事侦察局的 你们荧幕前在看的 如果中国的官方 你们可以去调查这个人 因为他收了我钱 到现在都没有做任何事 没有任何的效果 你们自己去把这个人查出来 花了我这个冤枉钱 打水漂了 啥也没干 就算我现在去中国 哎 缓刑 然后在中国也可以没有任何事 我都不会回去 当然我讲的这个有点太乐观了 不可能说我回去没有什么事的 我只是想表达我的一个心态 表达我的想法 最直接的告诉你 就算我没有事 但是我都不会回去 然后呢你们这种做法也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啊 就经常性的去村里面走访啊 调查 调查了个什么东西啊 调查了个什么毛线 你要真的调查 你就看我影片 你天天来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够了 你做其他的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说过了恩变无数次 我不会回中国 我也想要让你们体验一下 就是无缘无故的就去找 打电话或者是去别人家里面 有意义吗 我希望以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啊 你们就帮我去测试一下 或者你们帮我直接打电话 问一下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要怎么做 我回到中国 我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希望荧幕前的台湾观众 大陆朋友们 你们帮我拨打电话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即便你在中国 你拨打电话去咨询我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问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没有问题的 之前像是中国的一些小粉 还经常打电话过去问 我希望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能够 如果你打了可能没人接的话 你就经常打一打 对吧 你打了一次没有问清楚 你可以打第二次 当然我没有让大家就是 让大家来感受我的压力 可能会换位思考一下 你们来骚扰我的家人天天去走访 我也让你们警察来感受一下 经常被别人打电话的压力 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只是希望荧幕前的台湾观众朋友们 大陆朋友们帮我去问一下 我到底犯啥事了 我到底为啥要把我的银行卡到现在停用 还不给我一个理由 你们至少要给我一个答复吧 到现在都没给我答复 我爸是比较信任共产党那一套的 我爸就是希望我能够回国 好好接受调查 而且他相信共产党没有那么坏 没有那么黑暗 他觉得我回来可能就接受个调查 思想工作给你洗洗脑或者是写个保证书什么的 或者是回来调查一阵子这样子 可能一段时间不能出国 他是认为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有点乐观了 当然他这么想并不是想要害我 只是他的认知里面 他是相信共产党的 包括我爷爷还有我叔叔 就是我爷爷那一边 就是我爷爷的儿子 我爸爸 然后我叔叔 都是相信共产党的 包括我叔到现在 就是觉得好像我是个叛徒一样 我做错啥事了 觉得我是个叛徒 然后包括我爸 其实后来我跟我妈聊天过程当中 我才知道 我爸就是让我妈来美国 来给我做思想工作 但是是以旅行 就是探望我为理由 让我卸下新房 然后来见我 然后在跟我这个生活过程当中 在美国给我做思想工作 让我回国 哇 我想到好害怕 这共产党也太夸张了 洗脑 做思想教育都深入到我爸爸 深入到我家里了 当然这个是很难 是不可能的 就是他们能出国吗 能来美国吗 根本美国不是说你想来就来的 我就算我爸妈今天 我爸肯定是不会出国的 我妈听了我爸的话之后 相信我爸说的那些 来做这个工作 来美国给我做思想工作 他拿不到每签 他怎么出来 所以想的有点 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也跟昨天跟我家人说了 就是跟我爸妈说了 就是大家把生活过得好 如果家里面发生了什么 一些不好的状况 即使跟我说 不管是我家人也好 还是朋友也好 还是亲戚也好 如果因为我的事情 发生了一些生活中的麻烦 我是看不下去的 不是说因为你是我的家人 哪怕你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受到牵连 我都要站出来 所以我说 不管是我的朋友 还是亲戚亲朋好友 有什么事情 你们遇到跟我相关的 要及时跟我说 我就在影片 如果政府做得更过分的话 我会做得也更过分 就是你做出了什么 我要更加严厉的 去做 向你们做回馈 这也是我从小在中国 接受的那一套思想的洗脑 就是说 什么美国对我怎么样了 我们要以一还时 我们要加倍奉还 我真的能做得到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大家记得帮我打电话 多打打 多问问 隔三差五的帮我问一下 关心一下我 向警方 向当地的公安 工作人员问一下 陈老师 到底怎么了 如果回中国 能不能给他减轻一点处罚 对吧 说陈老师是一个什么样 很好的一个人 对吧 长得也还可以 对吧 也不丑 然后天天做的事情 也是为中国的底层发声 为中国发声 因为我已经多次强调 我是爱着这个国家的 不然我不会去天天说这些事情 好吗 我当然有些可能观众可能不理解 我爱的不是政府 爱的也不是什么党 我爱的是这个土地 这个故乡 这个国家 就像台湾人爱自己的国家一样 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记得帮我去问一问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另外你可以投个家的频道会员 来支持频道 sorry 支持频道的长期发展 记得帮我打电话 拜拜